好心情雨薛 棉花糖 棉花糖 你不是想出去玩吗 雨都停了 怎么心情还不好 云朵妈妈外面刚下完雨 地上脏兮兮的 会弄脏鞋子的 就是因为这个 看好心情雨薛 云朵妈妈 为什么叫好心情雨薛 穿上它 出去跳个踢踏舞 心情马上就会变好了 好心情雨薛 好心情雨薛 让我们心心变得好好 好心情雨薛 好心情雨薛 让我们心心变得好好 鱼花小心 看来三年后今晚上洗个澡了 苗花糖 跟妈妈去商店街买点水果吧 好 我想吃荔枝还有葡萄 太不巧了 最后一串葡萄 最后一串葡萄也刚刚被买走了 那么不凑巧 我想吃的荔枝和葡萄都卖光了 那就买点苹果吧 再来点蓝莓 再来点蓝莓 云朵妈妈 我的心情又有点不好了 棉花糖 你忘了 你穿着好心情雨薛 试着跳个踢踏舞 说不定心情就好了 好啊 棉花糖 今天我们先发电电器 好心情 还送的奶油蛋糕正好剩最后一块了 就送给你吧 这么心情 我的好心情雨薛真怕 奶油小蛋糕 棉花 别喝了我的奶油蛋糕 好心情 云朵妈妈 我的 太好了 我正要给你做奶油冰淇淋 这个正合适 冰淇淋 好心情 真的都成奶油冰淇淋了 冰淇淋 让我的心情好得不得了 好吃 我是小小鸟 棉花糖 都回家好半天了 你怎么还没拖雨薛 不能拖 拖了就没有好心情了 棉花糖 其实就根本没有什么好心情雨薛 妈妈逗你玩 它就是一双普通的雨薛 不可能 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糟糕的事 但我的心情还能这么好 那是因为只要凡事往好的方面想 心情就会好起来了 什么意思 这该怎么跟你解释呢 棉花吃掉了我的一小半蛋糕 在我看来 还剩一大半蛋糕 这可真不错 你做妈妈说的对 蛋糕没有被全部吃完 还有一大半 我好开心 我好开心 怪记性 我送棉花糖去幼儿园了 蓝天爸爸再见 好好路上小心 云朵妈妈 别忘了 电表快没电了 送完棉花糖记得买电 好的 我记住了 棉花糖再见 去美容院做皮肤护理的时间快到了 棉花糖 你看妈妈今天的皮肤是不是特别水嫩了 棉花糖 怎么了 你怎么无精打采的 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吗 云朵妈妈 今天上课的时候 我总是记不住英文字幕的顺序 小米小话我说 棉花糖 你是坏记性 你看 米花都说了 你的记性一点都不坏 可是我怎么总记不住字母的顺序 别着急 妈妈再带着你击几遍 棉花糖 按大脚印的顺序前进 走对了字母顺序 才能到达公主城堡 没关系 英文字母歌可以帮助你 我记住了 云朵妈妈 字母顺序很简单 我已经学会了 你看 我没说错吧 棉花糖不是坏记性 真的吗 我们去买点西红柿 晚上要炒鸡蛋吃 云朵妈妈 快看 大妈老师教过我们柳树和松树 可是我总是不会区分 我是不是还是坏记性呢 三字母顺序 棉花糖 好 这种头发长长的 会飞出毛毛的树就是柳树 这个就是柳树 柳树 我记住了 棉花也怕柳树 小松树最喜欢的树就是松树 这下我记住柳树和松树了 看吧 我就说棉花糖不是坏记性 云朵妈妈 一会你给我榨蓝莓果汁 不 里面再加点草莓吧 那就是双莓果汁了 没错 蓝天爸爸都下班回来了 我说家里怎么没人 原来都去买菜了 可不是吗 棉花糖 你先和爸爸玩 妈妈给你榨果汁去 怎么了 炸鸡鸡坏了 昨天还好好的 怎么你看不转了 我说云朵妈妈不是榨汁机坏了 是没电了 你今天没去给电卡充点电吗 我忘记了 还好我及时买上了电 都怪我 只顾着去美容院就忘了买电了 原来我记性不好 就是遗传了云朵妈妈 我说云朵 你这算不算是坏记性的 云朵妈妈 蓝天爸爸吃了我们最爱的豆腐饼干 拿来 不 我只吃了两块就没了 财富是两块 我明明记得还剩四块 对 剩下的四块分别是大象 海豹 犀牛 和长颈鹿的形状 看来你们俩的进行可一点都不坏